在我們大的動作做完後我們就可以來調小的動作 小的動作通常是我指的都是像剪影以外 因為我們知道做大的key pose都是在 動態剪影都可以看出漂亮的姿勢 接下來我們要調一些 剪影以內的動態像眼睛啊嘴巴 這部分的動態 好選到我們的眼睛一樣是key 這個key前後格左key好 怎麼樣這裡其實我們這裡我們都依循一樣的 方式 我們都做 rotation 我們 都做 降下墜的時候往上拖拉的 動態效果 好 中了 跌下來後我這裡想要做誇張一點 他因為碰到眼睛而往下 往下看 好往上的時候 也是一樣延遲往下 往下看 好 好這裡的話我 我往下看我讓他 往下看的 時間 拉長一點 我們要 curve editor 我們只要選 pation 這裡我們只要 gill x 都拉長一點 讓他 眼睛 都 更滯厚 好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 1 這裡 嘴巴的部分 g 我這裡是一個整整體的 可以控制 嘴巴 這裡嘴巴我們一樣先設key i i i 去VD 秉持一樣的方式 這裡像嘴巴號我就 我就沒有讓他移太多了 加一些細部的效果 碰到 GZ下 這裡 GZ下 這裡會做比較多的我會做在罐上啊 對畢竟身體比較柔軟的 部分 好 開 這裡會用到 要做到Scale的 Scale這裡我一樣 為了要做到效果我一樣這裡加上 Maintain volume 好 I Or Rule 全部都射 3D 3D 好一樣在往下的時候 Scale 被擠壓上來 當然如果你們做比較多的Key的話你們兩邊可以甚至做更軟的效果 像 Gill Rush 像這裡到側邊 再加一點旋轉讓他有點 往上飄的感覺 落下後 落下後 這裡 讓他 往下垂 OK 這部分現在是身體 主要的動態我們都這樣子就調完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跟隨的動作的 key 目前我們做的都是用 key pose 的方式來做 像整體動作跟隨的感覺 就是像被拖拉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他們的時間點都還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做出一些更實際上的跟隨